大家好,我是老陈 今天讲一个用泥土造人的故事 神话里有不少美丽的传说 但是这些传说的背后往往带着邪恶 比如人类是用泥土制造 犹太人神父通过卡巴拉的书籍用泥土造人 但是没想到释放的恶魔屠杀了很多人 神父只能取出里面的圣母 这一幕让小时候的汉娜看到 长大后的汉娜还是经常做失去儿子的恶梦 像一婆婆要了药水不想怀孕 没有从失去儿子的痛苦中走出 1673年漫天的阴云笼罩 女主汉娜却偷听神父讲人类的诞生 卡巴拉的书籍告诉大家 人类起源于神话中的莫喀巴 本警告汉娜不要看卡巴拉的书很危险 尤其是女人看了会发疯甚至死亡 两个人晚上睡觉 汉娜给下面抹了药水 本努力的啪啪啪造人 七年都没怀上 妹妹里贝卡从高台跳入水中 两姐妹在水里游泳 上岸后突然看到一个黑袍人盯着他们 吓得逃离 还看到郊外的人在处理瘟疫的尸体 在妹妹里贝卡的婚礼上 酋长抱着长女进来了 她的长女要死 村里竟然在庆祝 是不是你们在诅咒过吗 里贝卡上前希望不要捣乱自己的婚礼 直接被一拳打翻 神父认为本村与世隔绝 所以没有瘟疫进来 酋长开枪杀了一个村民 依婆婆说自己懂得医术 看看能否治好他 酋长不准村民离开 离开就杀人 警告依婆婆治不好就杀了所有村民 神父带大家祷告 并且栽戒三天 汉娜则认为要反抗 用卡巴拉的智慧战斗反抗 可以用上帝的72个圣字 用诞生之书中的密码 创造一个魔像 神父反对用卡巴拉的力量 汉娜说我可以造魔像 神父质疑你连生孩子都不行 本一把家 汉娜拉丑门 让她回家 妹妹里贝卡因为被打了一拳 肚子里的孩子流产了 汉娜很愤怒 仇恨让汉娜想造魔像 汉娜上了阁楼 破解诞生之书中的72圣字密码 神圣的莫喀巴 用卡巴拉的元素结合 用原始的土壤 写着葫芦的羊皮纸放了进去 最后点燃火焰 施展咒语 一阵眩晕 汉娜晕了过去 一伯伯走出房间 看到外面阴云阴露 闪电在闪耀 请求她放过村子吧 你女儿会好起来 第二天早上等汉娜醒来 什么都没有电话 晚上吃饭 汉娜听到铃铛声 上楼发现 箱子里布娃娃不见了 本看到一个人影闪过 她的小提琴也被碰到了 本到处寻找 发现了药剂 原来不是怀不上 你一直在骗我 你不想要孩子 因为汉娜还没有走出 失去儿子的痛苦 所以七年了 不想要孩子 本受不了汉娜 受不了她看那本 卡巴拉的书籍 黯然地离开了家 第二天早上 马在门角 汉娜进马房 看到了一个泥人 马吓着逃跑 泥人也跑了 扔下了布娃娃 汉娜去查看仪式地点 那里是空空的 只有一个坑 因为扇子离开村子 被打的断肢到处都是 小孩来到汉娜身边 汉娜看到她额头上 证实她写下的咒语 依婆婆来看汉娜 大吃一惊 这就是魔像 让汉娜赶快还回去 你是在和邪恶之处 签下契约 汉娜认为 那伙人肯定会杀光我们 魔像可以用来守护 依婆婆伸手感应魔像 看到魔像邪恶的黑眼 警告汉娜 等那伙人走 取出魔像嘴里的羊皮子 结束她 她可是不死之身 在给魔像清洗中 汉娜把她按到了水中 魔像根本不会淹死 这让汉娜害怕 出门看到自己的老公 在勾搭沙拉 汉娜心里很不爽 紧密的联系出现了 只要汉娜紧张 魔像也会紧张 汉娜想杀人 魔像也想杀人 汉娜的手被针扎到了 魔像也被扎到了 当本离开那个女人家的时候 魔像行动了 一刀筒了丽莎 再来个歌喉 帮汉娜除掉了情敌 第二天 汉娜看到丽莎的尸体 那断肢惨不忍睹 家里 汉娜看到魔像手里 拿着沙拉的心脏 吓到了 愤怒的本 看到沙拉被杀 认为是酋长干的 本带着三个人去挑战 要求他们离开 双方开始肉搏 一番较量 村里人肉搏不是对手 开枪干掉一个 酋长出来 一枪灭了一个村民 魔像出现了 远距离让一个外来人爆头 酋长连开三枪 拼拼拼 魔像毫发无伤 这时候酋长女儿走出来了 病好转了 汉娜要求酋长带人滚蛋 整个村子都静带了 所有人抚摸魔像 觉得她是守护神 本埋了牺牲的队友 回家后觉得汉娜是对的 早就该反抗 晚上吃饭三个人 夫妻二人关系变好了 魔像吃饭的时候 一刀扎进自己腿里 这让汉娜很痛 魔像嫉妒 汉娜和本的关系太好了 本拉小提醒 魔像听得入了神 一动都不动 晚上魔像睡在阁楼 两个人在床上一起 罩人疯狂的挨来 半夜一婆婆来了 念出咒语 要求魔像返回大地 本察觉有血滴了下来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上阁楼箱子边都是血 里面是一婆婆的尸体 下着金光的本下楼 看到魔像拿着布娃娃 在汉娜身边 本意识到沙拉也是魔像杀的 让汉娜一起离开这里吧 魔像是个恶魔 汉娜则认为这孩子很纯洁 酋长的女儿回去后还是死 愤怒的酋长要带人灭了村子 村子里根据神父的意见 十个忠诚的人 本拉起小提琴 引领魔像到了神父的房间 咒语开始施展 汉娜醒了过来赶去神父房间 号角响起魔像的土开始掉落 而这使酋长带人杀了进来 到处砍杀放火 酋长拿火把砸晕的汉娜 在最后一刻汉娜呼唤魔像 魔像拿起号角捅死了神父 当酋长拿着斧头要砍死汉娜的时候 被魔像从后一把抓出了心脏 汉娜看着魔像黑暗的眼睛 到处都是杀戮晕了过去 等汉娜醒来周围全是尸体 村子被烧毁了 走来了 本提醒汉娜儿子已经死 那不是我们的儿子 汉娜则把魔像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永远爱他 吻了魔像咬出他嘴巴里的羊皮籽 魔像化为了沙徒 很爱儿子 可是心里有良知的汉娜 知道魔像是邪恶的 整个村子都被屠杀了 两夫妻拥抱在了一起 还是好好爱爱造人吧 一个小女孩捡到了羊皮籽 正是沙拉的女儿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